一提到格斗 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格斗家的体格、力量、耐力、格斗技巧还有经验等等 一场好看的格斗往往都会有一些观众意想不到的情节 比如爆冷的KO或者意想不到的战胜技巧 但除了这些 在格斗赛事的历史上 有一些事件更是令观众匪夷所思的 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史上最奇葩的12件格斗赛事 如果镜头没有拍下 你绝对不会相信 第一,尬舞的跆拳道对决 看到这个影片 我们不知道这场比赛是特意安排的 还是这两位跆拳道选手就真的以舞会有 我们不知道这两位选手的跆拳道实力如何 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的 就是他们的舞蹈的基本功非常好 从影片中可以看到他们每一个步子的时间都抓到很好 无论是姿态、腿部或者首位都很到位 就连在一旁的裁判也看懵了 前三秒还以为他们会出腿 结果就是在尬舞 第二,翼龙的金钟罩 武生翼龙在一场格斗比赛中 使出了少林72决技中的金钟罩 在比赛中可以看到翼龙一直让国外的拳王对手 出拳攻打他的头部 但翼龙好像完全没有反应 而且被打数拳后还能够还击对手 金钟罩是少林72决技中练习抗击打攻法之一 据说此攻练成后刀枪不入 就如同当年的义和团 但这一切都是据说很少人亲眼看过 所以当大家看到翼龙在舞台上使出所谓的金钟罩 时不得不觉得惊讶 第三,这不是我们事先说好的 空手道表演观众都爱看 尤其是一男一女的对决 这位女空手道选手把腿抬到了这位男士的脸上 不过他并没有真正的踢他 只是想展示他的腿弓 这也是他们两人事先说好的 但接下来这一幕 很明显这位男士完全不知情了 再看一次 相信这个痛只有男生可以了解吧 你认为这位女选手是真的失误还是特异的呢? 欢迎留言你的看法 第四,双KO 这场格斗绝对是一场非常刺激的对决 打了几分钟后 这两位选手看起来都有点累了 但是突然间 蹦! 他们两人都双双给对方KO了 这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两位选手同时倒闭后 相信脑海中都出现了两个问题 我是谁?我在那 第五,泰拳王子拨球奇怪的举动 选手在开赛前抱着兴奋的心情 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 但是这一场格斗 波球与另一名选手的举动非常诡异 两人先是各自到拳击台不同的角向粉丝致敬 但是诡异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波球的对手突然间就爬到了他的背后 两个男人在同一个拳击台的角 更令人傻眼的是 波球还清了对方的脸颊 搞得对方也尴尬 这个场景让我们想起了一句话 只要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第六,MMA选手打到一半忘了对手是谁 在MMA历史上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一位选手被对方击倒在地上后 他立马就爬了起来然后进行攻击 正当他以为他的攻击非常厉害时 他却不知道他攻击的是裁判而不是他的对手 幸好MMA的裁判都不是省油灯的 就算选手一直出拳也没能伤害到他 而且还非常冷静的让蒙乐的选手清醒过来 第七,MMA选手的金钟照 前面有提到中国格斗选手武生一龙 在一场格斗比赛中使出了少林72决技中的金钟照 不知道这位MMA选手是不是看了一龙的比赛后有样学样 还是他也真的去了崇山少林寺学习了一些金钟照的技巧 所以才在这场比赛中一直让对手猛打他的头 他也不还手,也不闪躲 甚至还做出了一些挑衅的动作 感觉就好像在跟对手说 用力点,我还可以的 第八,不想要休息的选手 有一句话说得好,如果你非常享受你每天所做的事情 那么你就不会觉得你在工作 这一场格斗的选手想必就是非常享受格斗 甚至到了休息时间 他都不愿意走到拳击台的中立脚休息 直接就站在擂台中间随时应战 这一手操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各位观众可以留言你的看法吗? 第九,最高收视率的格斗赛事不是格斗 在一场非常出名的格斗赛事中 大会安排了两位美女在中场休息时间 献上美丽兼性感的舞蹈 这种休息时间的秀原本并不奇怪 奇怪的是这两位美女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 跳了很久观众都没能等到他们真正想看的格斗 如果你觉得这种事情很奇怪 接下来的两件事情你会看到目瞪口呆 第十,拳击台上举牌女郎的尴尬瞬间 在一场很大的格斗赛事 很难避免一些尴尬的场面 但是这位拳击台上举牌女郎所做出的事情连他自己也尴尬 这场比赛的第三回合即将开始 这位举牌美女便拿着一个三号的牌子在台上走一圈 就在这个时候全场不知何故的笑了起来 这令他失去信心以为他弄错了 然后边走边带跳的回到了舞台角落 他的这一系列操作更是令全场的男士们欢呼了起来 第十一,在专业的擂台打出不专业的拳击 看到这一场那么有趣的对决 我们已经不再追究为什么这两位女士打了起来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她们都不是为了金腰带而战 眼前这位黑衣女士一直出拳攻击这位粉红衣服的女士 她积极的攻击堪比很多专业的拳击赛 虽然坚重她有停顿了一下 但还是一直不断的出拳 仿佛就好像要KO对方一样 这一场对打很明显两人都是没有受过任何专业的格斗训练 但是有时候这种最原始的打架反而比有太多规则的赛事好看 你说是吗? 第十二 MMA选手败给了一件T恤 大家眼中的MMA格斗选手 应该是非常强悍 非常酷的 但是有谁又会想到一位MMA选手会败给了一件T恤呢? 这里就有一位选手在八角龙内尝试穿上T恤 他花了很多时间与一件T恤对抗 一直都穿不上 结果这件T恤直接就把他给KO了 看完今天的影片 你觉得翼龙的金钟罩 拨球奇怪的举动 双KO MMA选手打到一半 忘了对手是谁 举牌女郎的尴尬瞬间 还是哪一件事情是你觉得最奇葩的呢? 欢迎留言你的看法 喜欢我们的影片请点赞订阅分享 谢谢观看李小龙实战